辽宁清取八一本报讯辽神来报,辽神客户端记者高鹏报道,面对拳华班的对手,辽宁反感难来没有任何的疏忽大意,利用大万元巴斯在内线的优势,早早的确立领先优势,并不许论的拿下一场胜利。 CBA辽宁三十一分清取八一八四,二十六加七,郭艾伦十四分在昨晚结束的2018-2019赛季CBA常规赛第七轮比赛中,辽宁南兰在客场一九十比五十九大比分击败了八一南兰,再次从客场再回一场胜利,因为本场比赛的对手是一级一群环般作战的八一南兰,因此辽兰在外援的使用上也受到一定的限制。 两名外援只能按照四级四人自登场,也就是说每一节比赛只能是带外援作战,不过尽管出场时间受到一定的限制。 但是身为外援的哈德森和巴斯,在个人能力上还是明显要强于八一南兰的本土球员。 因此辽兰以两名外援为核心,非常有针对性的向对手发起攻势。 本场比赛最为活跃的莫过于大外援巴斯,在以往和其他球队的比赛中,哈德森王宝是作为辽兰最重要的进攻火力点。 但是在这场比赛中,面对八一南兰进一色本土球员组成的内线,巴斯在身体对抗方面的优势则更加的突出。 从比赛的过程中也不难看出,辽兰在第二节比赛中派出巴斯上场,全队就围绕巴斯来布置战术,尽量为巴斯创造大兵作战的机会,最大限度的发挥出了巴斯的作用。 但,是在这一节里巴斯就砍下了17分,同时也让辽兰一举在上半场,奠定了20分的领先优势。 全场比赛,巴斯打出了15中12的高效率进攻,砍下了全场最高的26分,面对如此强势的内线万元,巴一南兰也没有太好的办法。 不但内线攻防两端都处处受制,外线投篮的手感也是变得冰冷,全队的三分球只有24投三中。 在这样的情况下,比赛从下半场开始其实就早已失去悬念,当辽兰在末年还剩一半就换下巴斯改打成滑板的时候,比赛就已宣告提前结束。 其实从两队的实力对比来说,辽兰赢下这场比赛本也是意料之中,不过比赛的过程还是要比想象中更加的轻松。 甚至主帅郭世强继续让主力中锋韩德军坐在场下安心养伤,其他主力球员在比赛中也都尽可能地通过轮化来减少上场时间。 可以说,这场比赛带给辽兰的不仅仅是一场胜利,更重要的是给全队带来调整的机会。 比如从明晨就在这场比赛中延续了自己逐渐会暖的手感,全场三分休死中三,比较高效的坎下十三分,这已经是他连续两场得分上双。 如果能够延续这样的表现,必然会给辽兰的风险带来更关键的火力。 后卫高师盐同样在本场比赛中,进一步找回自己的状态。 在郭艾伦和杨宁都相对减少了出场时间的情况下,高师盐的出场时间明显增加,创下了本赛季出场时间的新高。 同时他的场上表现也非常可圈可点,既有中距离的精准投篮,又有杀与篮下的上篮得分。 更重要的是全场还被队友送出五次助攻,经过本场调整之后,辽兰接下来将返回自己的主场, 而且在这一轮过后,他们将获得比较充裕的休息时间,要等到下周三晚上才会在主场迎战来访的青岛队。 这对于此前一纸极老作战的辽兰来说,也是一个环节体能压力的好机会。 郭艾伦连续得分20加,终结郭艾伦连续单场得分超20分记录终结换来的是充分休息本赛季开始以来。 郭艾伦出色的表现一直是球迷们关注的焦点。 他在前面六轮的比赛中场均可以共性24分左右,而且是连续六轮的单场得分超过20分以上。 这也创下了他个人职业胜利中的一项新记录,而就在人们纷纷猜测郭艾伦的新记录还会延续到几场时,没有想到这在昨晚戛然而止。 在这场与巴依奈篮的比赛中,郭艾伦全场卡下了14分,没能延续自己每场都拿到20分以上的表现。 不过终结了他这一纪录的并非是对手的防守,而是主教练郭世强对他的轮修调整。 本场比赛中,郭艾伦只出场了21分钟,是他本赛系以来出场时间最短的一场,甚至和有些场次相比只有一把而已。 如果从这个角度来看,郭艾伦卡下的14分,已经可以算是高效了。 如果再有多一些时间,得到20分以上,可以说是毫无悬念的。 但是在主帅郭世强眼中,可能并不会太多,考虑这种球员个人的数据。 他更看重的依旧是能够给球员们创造出更多的休息时间。 本场比赛郭艾伦在前三级中零星登场,整个第四节都一直坐在替补席上,显然是因为场上大比分领先的局面。 像郭世强决定,让郭艾伦利用这个机会多休息休息。 要知道,在前面六轮比赛,中国艾伦场均出战截近36分钟,也就是三截的时间。 而且其中有次场比赛都出场超过38分钟,最多的一场达到40分钟。 这一样相对较长的出场时间,虽然也让郭艾伦创下了数据上的记录,但对于身上依旧带着一些伤病影响的他来说,并不是一件好事。 如今,趁着球队能够在比赛中建立较大优势,并不确认的拿下胜利。 郭艾伦也终于不必在全场飞风的赛后累到呕吐,虽然个人数据上可能要受一点损失,但是相信他自己也不会太过在意。 毕竟能够修养好身体状态,在未来更关键的时刻挺身而出帮助球队,才是郭艾伦心中最大的愿望。 聊审晚报,聊审客户端继续高棚。